Hello 今天我有一個新的影片 這就是我三月的最愛 而且我打算是由4月 即是今個月開始 我會開一個新的頻道 是Poison Candy 2.0 是用來給我中文的影片 大家不會太過混亂 即是中文和英文的影片 所以不要忘記去我新的頻道 訂閱我來看我新的影片 之後會在我新的頻道 upload 中文的影片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訂閱那個頻道 我第一件事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條牛仔褲在Revolve賣的 是上個月在Revolve賣的 這條牛仔褲名叫MOTHER 這條牛仔褲我最近都常常穿 因為它是一條很舒服的牛仔褲 是一個很有彈性的牛仔褲 是你在家裡穿的都很舒服的 其實我覺得 我不會推薦你在家裡穿的 但我覺得是挺舒服的 而且這個穿上去是挺好看的 挺貼身的 而且衣圍的全部都配合我 配得挺OK 我還有我零射很喜歡 它這條牛仔褲 是凸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這段時間 都挺喜歡這類型的牛仔褲 反而看到那些牛仔褲 所以我挺喜歡的 第二樣東西都是在Revolve賣的 就是這個耳環 這個金色圈圈的耳環 它這裏有兩個十字架 所以我覺得這個耳環 戴什麼呢 穿什麼衣服都挺好看 好像很容易搭 你一戴上去 整個看上去都好像豪華些 所以我挺喜歡 它這個牌子 就是Juels by Martha Carlo 最後一樣是Fashion的東西 就是這個Prada的袋 這個袋子我都買了一年 其實我之前也有整次用的 但這段時間也買了很多新的袋子 所以都沒什麼用過 但今個月發現 又有用這個袋子 用得比較多一點 我最喜歡這個袋子 因為它們是Velvet 和金色的Hardware 都比較喜歡這類型的袋子 而且我挺喜歡它這個 比較厚厚的Strap 所以這段時間比較喜歡 斜背這樣背 覺得挺好看 而且你可以在common那裡告訴我 你想不想看我一個review 這個袋子的影片 如果你想看common那裡告訴我 我就會做 我最後一樣要說的Fashion Favorite 就是這件TOP 這個就是Princess Polly的TOP 是一個很simple 很普通casual的Crop Top 我最喜歡它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它穿上身 我覺得挺好看 而且它是有兩層的 所以不會太透明 see-through的那類型 而且我這個色 也是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挺好看 而且有一個白色的 白色我都經常穿 所以是洗了 我覺得Summer 如果你不知道穿什麼 就這樣穿這件衣服 穿上衣服 也挺好看 而且這件衣服是很貴死舒服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TOP 我最後給大家看的兩樣東西 都是Beauty那類型的東西 我第一樣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香水 這個名字我會寫在這裡給大家看 我是不太懂得這個French name 它這個香水的名字 就叫做Fleur de Fleur 是一個比較花一點的味道 巴香那類型的味道 好像是有Jasmine那類型的東西 我還不太記得 但你聞下去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好像只有花香的味道 只有那些很Floral的味道 我其實不是太喜歡 所以這個Perfume 其實是有些甜甜的那類型的花味 但也是比較上很Soft 很溫和的一個味道 不會說是太濃 太重的一個味道 而且是比較Feminine 女性一點的香水 所以我比較喜歡 在Summer那時候用的這個香水 我最後給大家看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Cleansing Oil 是Touch來的Cleansing Oil 這個就是一個Travel Size 我買了整個KIT 我們試一下有沒有用 我最喜歡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Cleansing Oil 我通常卸妝 我用Bio Dermat卸妝之後才洗澡 我洗完澡之後 我也會再洗臉 洗多一次 我來 就是make sure我什麼都沒有 我臉完全是很乾淨 那我最後洗臉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Cleansing Oil 我覺得這個Cleansing Oil 是完全可以洗完你有剩的makeup 而且是一個很溫和的Cleansing Oil 所以我沒有說生暗瘡那類型 用完之後 所以不會塞住毛孔 而且我覺得用完之後 真的挺乾淨的 但仍然很潤 所以我挺喜歡這個Cleansing Oil 而且我覺得它的味道也挺香 所以我一定會買一個大 比平時的尺寸的產品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你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而且千萬不要忘記 Subscribe我新的頻道 各位下星期新頻道高高見